父子长者 父子能为其父母,乃至眷属,命中之后,设斋供养,致心勤恳,如是之人,存亡获利,说是与时,倒立天宫,有千万亿那由他严辅鬼神,吸发无量菩提之心,大便长者坐立而退。 父子长者,地藏菩萨又对长者说,我再为你详细说一说。 如是罪业众生,像前面所说,这些造罪业的众生,命中之后,在他命中之后,眷属骨肉,他的家人,或者他的亲戚朋友,未修银斋,替他供养三宝。 银斋就是做一点好的斋菜,挤好的饭,来供养三宝。 资助业道,来帮助他这个业道,这个业当然是恶业了,帮助他把恶业减轻了。 未斋是敬,在没有吃斋之前,挤银斋之次,或者在做斋完了之后。 米干,米干就是米汁。 菜叶,就是菜的叶子。 不弃于地,不能把它糟蹋,不能随便丢弃。 乃至诸食未宪佛僧,所有的斋菜做好了,在没有供佛之前,没有给僧人吃之前。 物得先食,不能自己先吃。 所以,在庙上,或佛堂,你无论做什么东西,都要先供佛。 本来在佛的诞辰,先要做点好的斋菜来供佛,供完佛之后,人才可以吃。 供佛在中国来讲,有的用三碗饭菜,摆在佛前,要摆得正正当当,不是随便摆在一边,马马虎虎的。 譬如,三碗要摆在正中间,摆得很好看,齐齐整整,供水果也是。 佛前摆供的地方,任何东西都不能放,这表示恭敬。 你若随便放东西,那就表示不恭敬佛,为什么? 譬如,在一个人面前,你放了乱七八糟的东西,他也会不高兴的。 要是不修蝙蝠,马马虎虎,像猪狗那般人,那就无所谓。 要是一个干净整齐的人,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他面前,他会不高兴的。 尤其佛是一个最亲近的人,所以你放的乱七八糟的在佛前,那是不对的。 佛前只可以摆佛的供果或供菜,其余的东西都不能摆。 除了用三碗饭菜供佛,又有的用五碗,也有的用七碗,有的用九碗,也有的用很多很多的。 尤其是供天,在佛前几张台桌都摆满了,完全用摘菜来供佛,一碗又一碗都摆得整整齐齐。 不是用一个大大的东西摆在那地方,或者买了饼钱就那么放着,也不打开,那不是供佛,那等于在侮辱佛一样。 在佛前供东西,必须把它打开,不是用纸包着就放在那儿,这就是供佛,那不是的。 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知道的,你在佛前供东西,你也不打开,就往那一摆,那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 你就是给人吃东西,你也不能就这么一摆说,你吃吧,人家也不会吃的。 中国有君子不时接来使的是,好像要饭的人,当你给他饭时,又不屑地喊道,喂,你吃吧。 他也不会吃的,这叫不时接来使,何况供佛呢,摆在那儿也不打开。 我看见很多次,不过我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讲这些问题。 现在佛法传到西方来,表面的仪式一定要知道,上宫的碗一定要摆得正正当当,不能乱摆的,供果,花瓶也都要摆得正当。 好像花瓶你摆得不对称,该摆在这个地方,而你摆在那个地方,这就不好看,就骗坠了。 一切是都要有规矩的,说是这么多的规矩,怎么搞得定呢? 搞不定,那你就不要修行,修行就是处处都要合法,处处都要循规蹈矩。 还有,出家有出家的规矩,在家有在家的规矩。 出家大徒弟要听师父的话,其余第二徒弟要听大徒弟的话,第三徒弟要听大徒弟,二徒弟的话,不能目无师长。 做大徒弟不听师父的教话,这叫目无师长。 你做第二徒弟一定要听师兄的教话,不能轻蔓师兄。 第三徒弟一定要听第一个和第二个的话。 第一个,第二个叫你做什么,你一定要做。 不做,那就是不守规矩,不叫你做什么,你一定就不能做,否则也就是不规矩。 佛法里一定要有师长,你不能目无师长。 你晚出家一天就是师弟,早出家一天就是师兄。 谁先出家,谁就做大的,谁后出家,谁就是小的。 不论年纪多大,你年纪一百岁,你晚出家,也是师弟。 你年纪一岁,你先出家,就是师兄。 以你出家那天,当作你出家的生日,所以临终时候,要计算僧拉多少年,如是受六十,僧受四十。 尤其你出家受戒时,谁先受戒,谁就是师兄。 即使一起去受戒,但比你先登坛受戒的人,就叫戒兄,比你晚受戒的人,叫戒弟。 不过在戒坛里都是你称我戒兄,我也称你戒兄,没有称戒弟的,因为大家都是客气的,你就是戒弟,也都称你是戒兄了。 还有在庙上出家的小沙迷,一定要听大沙迷的指挥,不听就是犯上,就是忤逆不孝,就是犯上作乱。 尤其佛教出家的规矩,最注重掌幼尊卑,没有掌幼尊卑,好像在家那么样,是不可以的。 我平常也没有时间来讲这些功夫的规矩,所以马马虎虎的,就看看你们自己究竟是愚痴还是智慧。 若有智慧的人,这是不需要教的,我从来没有人来教,但我一看就知道。 愚痴的人,即使你教他,他也不记得。 所以一切事,一切时一切处都表现出,这个人有没有智慧。 食物在没献给佛僧的时候,悟得先施。 所以,在家人在庙上吃东西,必须要等到供过佛,出家人也来吃了,大家一起吃才可以。 不可以在出家人还没吃之前,你先吃,这是不可以的。 不只是供佛,供养三宝,都是要这样。 如有为食,假使你不遵守这个规矩。 即不精勤,或是不注意,不好好做,马马虎虎的,这叫不精勤。 世命中人,供养三宝,不要马虎,如果你马马虎虎来供养三宝,那这个命中的人,了不得力,他一点好处也得不到。 如精勤互敬,如果特别注意,特别小心来保护这个饮食,使之清净。 奉献佛僧,奉献要恭恭敬敬的。 记得去年有一次传供,大家跪在那里拿着东西供佛,摘菜装在盘里,或者碗里,我交给你,你交给我,这么轮着,然后都放在佛前。 大家在庙上,很慎重地用很多摘菜来供佛,有几十百种都是不一样的,这好多种都装在四方盘里互相传供。 有的用念珠来供佛,有的用衣服来供佛,什么都可以供佛的,但都必须是新的,都是好的,不可以拿不要的东西,烂的东西,坏的东西来供佛。 好像某某人,他来供养三宝,买了一些香菜,却先把一些嫩的,好的,自己先留起来,而把一些老的,咬不动的,拿来供养我,表示他供养了,这完全没有功德。 所以说,奉献佛僧,为命中的人,你要是精情,很注意,很小心地做这些摘菜,是命中人七分或一。 这个命中的人,在七分的功德中,他能得到一分,其余六分,是活的人自己得到的。 事故长者,因为这个,所以长者。 言辅众生,难言辅提的一切众生,若能为其父母,为他的父母,乃至眷属,或者是亲戚。 命中之后,他死了之后,设斋供养,设斋就是设立摘菜来供养三宝。 置心勤恳,置心就是置成无以复加,非常诚恳的心。 如是之人,像这样的这个人,存亡获利,在生的人也得到好处,死的人也得到好处。 说是与时,说这些话的时候,刀立天宫,在刀立天宫,有千万亿奈由他严附鬼神,有很多很多严附世界的鬼神,吸发无量菩提之心,都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。 大便长者,作礼而退,这位大便长者向地藏菩萨叩头,向释迦牟尼佛也叩头作礼,然后就退到一边去。 尤其是出家人,不单是向师父叩头,而且师弟也应该向师兄叩头,不是说父母兄弟各不相干,你不管我,我也不管你,不是这样子的。 你做师弟,就要如此,你出家晚,你就要恭敬师兄,不恭敬师兄,这就是犯过,就是犯佛教的规矩。 视频的观看 视频 视频 感谢观看